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星际旅者、抗辐射材料的宇宙之旅 二、光影魔术师、可控光学材料的幻影 三、海洋守卫者、抗辐射材料的深海征途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星际旅者、抗辐射材料的宇宙之旅 在探索宇宙的浩瀚旅程中 我们的勇敢星际旅者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 如何在太空中抵御致命的辐射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 我们的宇航员可能会在前往火星的路上变成超级英雄 不过是那种因为辐射而拥有了奇怪能力的类型 比如突然能够用脑电波煮熟方便面 或者让自己的头发永久性地站立起来 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和开发 能够有效抵御宇宙辐射的材料 以保护我们的宇航员免受其害 这就好比是为宇航员定制了一套超级英雄战衣 只不过,这套战衣的超能力是防辐射 而不是飞天蹲地 其中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 是使用一种名为聚乙烯的塑料材料 聚乙烯轻便而且有效 能够吸收和散射宇宙辐射 保护宇航员的安全 想象一下,未来的宇航服 可能就是由这种高科技塑料制成 这让穿塑料袋上太空这个概念突然变得不那么荒谬了 另外,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使用水作为辐射屏障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水 水不仅仅是生命之源 还可以成为保护我们免受宇宙辐射伤害的盾牌 在宇宙飞船或太空站的外壳中添加一层水层 可以有效地吸收辐射 这意味着,未来的宇航员 可能会在一个巨大的水球中穿梭于星际之间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当然,这些抗辐射材料的研究和开发还在进行中 科学家们正不断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以确保我们的星际旅者能够安全地探索宇宙 而不是变成拥有奇怪超能力的辐射受害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为宇航员打造一套防辐射战衣 更是在为人类的星际旅行梦想铺设坚实的基石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当我们能够穿着高科技的超级英雄战衣 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光影魔术师可控光学材料的幻影 在探索光与影的神秘舞台上 科学家们就像是一群现代版的魔术师 他们不借助传统的帽子和兔子 而是使用一种叫做可控光学材料的神奇物质 来施展他们的魔法 这些材料简直就是从未来世界飞来的魔法布 能够让光线在他们的指尖跳舞 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觉幻象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个房间 房间里似乎什么也没有 但当你转动一个看似普通的旋钮时 空气中突然浮现出一幅幅栩栩栩如生的画面 或是一段段动人的场景 这不是电影中的场景 而是可控光学材料的魔法 这些材料的秘密武器是 他们对光的控制能力 有的可以改变光的方向 让你看到本不应该在那里的景象 有的能调整光的颜色 创造出五彩斑斓的视觉盛宴 还有的能控制光的强度 让物体在明暗之间神秘地消失或出现 其中一个最令人兴奋的应用是隐形斗篷 是的 你没听错 就像是哈利 波特故事中的那样 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些材料 来研发能够让物体或人类隐形的技术 通过精巧的引导光线绕过物体 这些材料可以让物体背后的景象显现出来 就好像物体从未存在一样 当然 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隐形的阶段 但这一领域的进展令人震惊 未来的可能性无限 想象一下 隐形的军队 隐形的汽车 甚至是隐形的建筑 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可控光学材料 正在一步步将它们变为现实 除了隐形技术 这些材料还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从改善通信技术 到创造更高效的太阳能板 甚至是在医学领域创造新的治疗方法 光学材料的魔法 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幻影 它们正在开启一扇扇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光与影的奇妙游戏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那不仅仅是自然的鬼斧神功 可能还有一群现代的光影魔术师 在背后默默施展着它们的魔法 而我们 正生活在这个充满魔法的时代 谁知道呢 也许某天 你我也能成为这场光影秀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洋守卫者 抗腐蚀材料的深海征途 在深海的神秘蔚蓝之中 不仅藏匹者未知的生物和宝藏 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英雄 抗腐蚀材料 这些不起眼的材料 其实是海洋探索和利用中的守卫者 保护着人类的设备 免受海水的侵蚀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材料的深海征途 以及它们如何在与腐蚀的战斗中 保卫我们的海洋梦想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海水 这位大反派 海水 这位看似温柔的蓝色巨人 实际上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大熔炉 它含有盐分 氧气 微生物等 这些成分对金属而言 简直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化学攻击 长期暴露在海水中 最坚硬的金属也会慢慢被腐蚀 最终化为一堆无用的锈炸 然而 人类的探索精神 是不会被这些挑战所吓倒的 科学家们发挥了它们的智慧 开发出了各种抗腐蚀材料 让海洋设备 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些材料 包括不锈钢 钛合金 以及各种特殊涂层 它们就像是 穿上了一层层肩不可摧的盔甲 保护着深海设备 免受腐蚀的侵袭 不锈钢 这位老兵 凭借其出色的抗腐蚀性能 成为了深海探索的首选材料 它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洋勇士 无论是在油漆开采 还是海底考古中 都能看到它忙碌的身影 钛合金 则是这个领域的贵族 以其轻盈的身躯 和强悍的抗腐蚀能力 成为了深潜器 和海底设施的理想材料 它就像是一位 穿着高级盔甲的骑士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也能保持不败之身 至于那些特殊涂层 它们就像是海洋设备的隐形披风 能够在不增加太多重量的情况下 提供额外的保护 这些涂层 能够阻挡海水中的腐蚀性物质 保护金属表面不受侵害 在这场与腐蚀的战斗中 抗腐蚀材料的深海征途 充满了挑战和冒险 但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无名的守卫者 人类才能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 发现更多的奥秘 在未来 随着材料科学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海洋守卫者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帮助人类在深海的征途上 走得更远 发现更多的奇迹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 在海洋中勇敢工作的设备时 别忘了 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抗腐蚀材料 让它们能够在这片蔚蓝之中 坚守岗位 探索未知 尊敬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 有关材料科学的精彩故事 抗辐射材料的宇宙之旅 可控光学材料的幻影魔术 以及抗腐蚀材料的深海征途 在宇宙的浩瀚中 宇航员们面临着致命的辐射威胁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和开发抗辐射材料 来保护我们的宇航员 聚以吸河水都是其中的有趣解决方案 它们能够吸收和散射宇宙辐射 保护宇航员的安全 未来的宇航服 可能会由这些高科技材料制成 让我们的宇航员 穿着超级英雄战衣 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而在探索光与影的舞台上 可控光学材料 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觉幻象 它们能够控制光的方向 颜色和强度 创造出各种令人惊叹的效果 其中 隐形技术是最令人兴奋的应用之一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美的隐形技术 但这个领域的进展令人震撼 未来的可能性无限 最后 抗腐蚀材料 是海洋探索和利用中的守卫者 海水的腐蚀性对金属构成了巨大威胁 但科学家们开发出各种抗腐蚀材料 让海洋设备能够在恶劣环境中生存 不锈钢 钛合金和特殊涂层等材料 就像是穿上了肩不可摧的盔甲 保护着设备免受腐蚀的侵袭 这些故事展示了材料科学的魅力和创新力 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和发展新材料 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充满幻想和可能性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当我们能够穿着高科技的超级英雄战衣 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或者成为光影秀的一部分 甚至在深海中探索未知的奇迹 现在 我要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